哈喽大家好我局部龙关本期视频的两分钟教会你什么叫顶级反蹲什么叫提前30秒预判敌方打野位置 OK我们进入比赛的画面这一把的话我们至少来看敌方打野是一个卡蜜亚 通过小地图大家可以发现敌方卡蜜亚他是南开网上刷的此时他正在刷他的红buff 而我呢已经在下落刷死都怪了 这个时候我们家刷了路要去动那个石头人 这个时候敌方打野他在上面去 所以说这一波团我们必须要接因为我们人数有优势 敌方中路也赶过来我们家中路也给我们打了一个新方 这一波四打三中路慢一点到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这边的话注意拉扯 安妮没有控制W闪接一个平A再接一个Q一能收下得来为人头 安妮见识不妙体直接闪现头好 我们这边的话就把这个牛头给收下 我们家的卡牌还不发牌 这边一个WOK人头给到我们家的卡牌大师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拿这个下格线 敌方打野他现在在哪里 他现在只会在上格线那个位置被我们家的商单给照到 OK这个时候呢他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抓我们家的商单色提 如果色提不给他机会他百分之百 他会回家去到下路 去刷自己的蓝区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这一波呢直接选择回城 这边的话我们在这边回城 但这个德莱文呢干扰了我一下 没有关系我们跳过来直接选择回城 回城出门之后呢大家注意 我个人身上是有优势的 我们在下路打3p3是能打得过 要想反蹲前提有两个低直到敌方打野的位置 第二保证自己3p3能打过 因为很有可能你蹲草的时候他们会有势力 但是你要保证自己3p3能打过 这个时间段呢我直接跟队友说 AD你往后面站一点 我前面过来往上反蹲 这个卡米亚百分之一百 他是要过来的 因为他肯定要可以去抓我们家的ADC ADC半血 敌方德莱文已经忍不住了 看了没卡米亚过来了 这个时候呢卡牌开启大招 我们直接不用管卡米亚 过去先把他们后拍秒杀 杀完后拍之后呢 在今天去打这个卡米亚 牛头没有闪钱不能管他 这个牛头还想救 没有关系我们看 最后能不能留他 牛头没闪被勾到 那他呢直接造成击杀 这一波反蹲基本上可以宣告 上游戏的结束了 为什么 因为我接下来要去他的蓝区了 卡米亚是一个非常吃节奏的英雄 野区节奏崩溃 双路节奏崩溃 他这一版呢 已经game over了 OK大家学会了吗 反蹲的话一定要注意两个要点 第一点 要知道敌方打野的位置 第二点 保证自己2b2能打得过 OK本视频到时候差不多结束了 这是英雄联盟手游里面 非常好的一个反蹲教训 适用于对角开局 大家学会的话赶紧用起来吧 我们下期再见 但是如果什么人想告诉你 そして我们下期再见 打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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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